她是一个成长的故事 小子 大嘛 就是想让她再起点高一点的 为了我不能出去玩 人家不知不觉 压力很大 孩子的压力 家庭的压力 父母的 还有生活的都有 就觉得很冷 其实很喜欢 哎呀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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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啊 就是因为情绪太刺动了 能不能先不说这个事 就不太想 在现状就是这样 你要不激娃 可能相对于说在北京生存 我觉得压力会更大一些 如果我们从小被激 然后到长大了 并没有生活上的一个优越 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个顺心 我们一定会埋延父母 因为我们会觉得 之前这么十多年的努力 没有任何意义 觉得有些时候 那个压力啊 来自于机构 你不知道身边有这么多 优秀的家庭 优秀的孩子 都把你拉到一块 像打了鸡血一样的 钢琴我学过 小琴棋我学过 可琴我学过 生理我学过 机构我也学过 我小时候学了一堆东西 我心中的 别会儿汪费 记得太压身 不压死 压断了 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 给孩子更好的未来 我会对孩子很失望 孩子是我一个败笔 我没有教育好他 当时父母 为什么没有激励我 如果他们当时 对我很严格的话 我可能比现在更好 如果我学习好了 可能把我强强的习盘 我希望他们 不要总说我不好 本来为什么努力 因为孩子 让我更严重的 牺牲自己的工作 或者自己牺牲 平时的业余爱好 把全部的时间 都投入到孩子上面 我比较信奉老一辈的 这个创传的思想 不打不成才 可以骂我 都顺便上手打我 我的爸爸 对我很严厉 比较喜欢用一些 武力的手段 来让我听话 我有什么错 我说他是因为我爱他 虽然会打孩子 但是同心里 不会排斥他 不会恨他 跟他的关系 还会一直非常轻易 后面我觉得 任何的弥补 都不会弥补 我小的时候 那段时光吧 教育的成果 是给自己看 还是真正地 放到孩子身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只要激发他的内在 驱动力 它是不用你去 逼迫和鞭策他 工程动力学来讲 需要吃的 那一定是 往上走的运动 往下走 是不需要吃的 你过来就好 我觉得不是特别合不合的 别人孩子有的 他都有 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 我不是完美的妈妈 可能有些人会恨我 我想过 对 像打了鸡血一样 记得太厉害了 我有什么错 我就不会特别合不合 我不是完美的妈妈 孩子是我一个伴 我没一定会买人